第一個是有final 前面講過如果有final的話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常數嘛 所以這個裡面的值 永遠就是如果你負比開一次之後 之後不能再動了 10就10了以後不能再更改裡面的值 因為它有關鍵是final 所以v2的話基本上就是 10嘛 那最後我們這邊取得值 後面加上c.value c.value的話因為value的這個方法 是由這個內層的 類別去實作 那這個類別的方法裡面有包含什麼呢 這個就是要把這一串 這個加 這個加這個加 總共四個值加起來答案多少 基本上這會比較 比較不好第一個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值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的話呢 myvalue v2 點 代表 點代表 點代表 就my value 點代表 就指的是他 對所以這邊會丟過來就是這裡 然後 这是